N95口罩已经不够了 那么到后天就没有N95口罩了 从目前看的最紧缺的 还是EU防护服 河北卓州当地的一家真知服饰公司 再次组建了一个防护服的生产小组 投入到生产 将日产能提高到了1000套 波斯登公司仅用了两天时间 就筹集了防护服生产所需面辅料 日产防护服1500到2000件 只要符合标准 企业可以太多马力 组织生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截止到2月11日 全国口罩产能利用率 已经达到94% 我是自愿跑来 不计价钱 因为我懂这个技术 刚好可以用上这里 在非常时期 大家都经历自己责任 更多精彩 近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